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打击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水电开发理念 中国三峡集团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金沙江下游 河道狭窄 水流湍急 江中栖息着许多洗流水生净鱼类 每到繁殖季节 它们会逆水流上宿 或由至上游进行产卵 过公开来到即将开工建设的乌东德水电站所在地 在此之前 它先后在三峡水电站工作七年 今年谢蓬 επιfrei discrimin住 《 discord self》 建设可疑 文明な SAL右蝇里全域 永绝有政筹 我们的举手 决定 有所base 已 Shark 找送 で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14.87 有0.4的那个入水山 雪丁的地方 能够安期修建完成 因为它涉及到水下修筑的问题 难度非常大 维水极一站的地方 我们现在探讨一下 就是说接着这个4号维水 这个地方是否合适 经过现场调研和反复论证研究 对流场 鱼类的分布 以及上述路线等进行详细分析 在右岸4号发电维水出水洞的外侧区域 建立固定急鱼站的方案 逐步形成 外国人的评审株 在进行评审株 接着这个5号维水出水 孔师华 超级维水中就在网上 也够行闪的工业 而且去年底部 能够帮行纸 我们心里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成功 但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个方式毕竟是首次创新设计 和第一次试运行 心里还是非常忐忑 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基于系统 设计介绍的一个解业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挤到鱼 能不能实现对鱼类的保护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也是我们压力的根源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当我们看到鱼类在游动时 又能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上游将段 我们参加各方非常高兴 也非常激动 我们创新的围水局域系统 是成功的 是可行的 能够尽可能的减少 因修筑大坝 对鱼类阻隔的影响 这说明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